你的生活是简单还是复杂 是忙碌还是有任有余呢 今天我要介绍这本书 可能会改变你过去对于生活安排 还有工作能力的期待的一个改变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非常让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如果老板跟我说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那听起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过去我们对于很多的工作能力的培养 都希望一个人可以面面俱到 可以同时兼顾很多事情 家庭 工作 朋友 你的人生都可以做各样的规划 可是作者告诉我们 其实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被不知道的责任压力 压得喘不过气 你以为能够兼顾所有事情就是完美 但是在现在人的生活当中 应该要追寻的是一种简单的 是一个真正回到自己需求的生活安排 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 它会告诉你 你应该做更好的事情 会得到更多的快乐 当然很多人说 我们每天生活这么多 我们要怎么样来开始摆脱忙碌的人生呢 这本书里面会告诉你 其实简单来说 你应该有时候要懂得事实的说不 不是所有到你身上的事情 你都应该要答应 而是你有时候要适时的婉拒 你要想什么事情对你是重要的 有意义的 最重要的是很多人说 我努力了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达成目标 在这本书里面 作者教会我们叫做目标的分割法 什么叫目标分割法呢 很多人说 哇 我想要变得像模特儿一样瘦 但是这是一个总目标 很难达成 他就会告诉你 你应该先定下目标 我每一天我应该要做多少时间的运动 然后呢 你可能会把目标慢慢缩减 一天可能就是吃健康的 然后一个礼拜瘦一公斤 这样慢慢的完成目标 就可以达成你最后想要得到那明末身材 那样的一个远大的一个梦想 在这本书里面 他会教你怎么样 慢慢从每一天的实践 可以得到行动累积力量 很多人说 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完成 是因为你心有旁骛 而在这一本 你只要每天只要做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就对自己要好 所以作者告诉我们 不要再想象那种忙碌的人生 真正要找寻完美的自己 要从做好一件事情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